一般民众如果要购买家具或是债货的需求 大部分的人通常都会选择开车来债 或是委托货运公司送货到辅 但没有想到 华人士建国路上却有一名机车骑士 背着大约两米高的五成货架 一手参幅一手骑车 让目击的民众看了相当的傻眼 直呼好危险 20号中午左右 华人士建国路上有一名机车骑士 背着大约有两米高的五成货架 没有任何绳索不顾危险的骑车上路 即便高度已经超过肩膀 为了保持平衡 骑士就像表演特技一样 一手参幅一手骑车 让民众看傻了眼 直呼好危险 特别危险啊 那不是一种厉害啦 像我们比较有这个技巧的话 就装一装装一装 把它排列整齐绑好以后 大概都可以做到 但是不是这样 不能这样子做的 那很恐怖耶 因为像我自己要载小孩子 我觉得那个人这样子 没有顾到别人的安全啊 他这样也是安全有余力啦 最好是不要这样 应该警察要取替啦 建国路是华联市连结吉恩乡的重要道路 车流量是相当的大 这种灾祸行为一不小心 恐怕就会酿成交通意外 也违反了交通规则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法条例 第三十一条第五项规定 机车负载人员或者物品 为依规定者 处驾驶人新台币300元以上 600元以下罚款 本所将依法取缔告发 同时呼吁所有用路驾驶 应遵守交通规则 以免发生不必要的意外 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 民众贪图一时方便 载货上路 让人看得胆战心惊 甚至有可能造成交通意外 伤及无辜 所以民众下次如果有购买家具 或是有载货的需求 选择开车或是委托货运公司 会是更好的选择 记者许立晴华联市报导